算是11点半 就是传说中的午夜夕阳 今天应该算是Soustis在冰岛一年当中最长的一天 你好吗 我很好 夏天的冰岛 太阳不落下 有点好看 有点讨厌 夜晚常常睡不好 今天也不例外 我们半夜出门 看午夜夕阳 也看看同样不睡觉的野孩子们都在街上做些什么 第一站去的是格罗塔灯塔 头一回见到那么多车 停得满满荡荡 射孔镇都犯了 灯塔对岸是斯奈菲尔冰川 黄金天幕下 像一顶盖在北大夕阳上的帽子 下一站 雷克尔维克主街 那里肯定热闹到不行 酒吧音乐彼此交错 醉酒的人嘻嘻闹闹 现在时间12点47分 人来人往 竟然有中午的错觉 救护车和警车随时待命 通宵营业的快三拖车 供应汉堡 热狗和薯条 大教堂前走走总有惊喜 上边店的玻璃上 发现 Sigurose的签名 又遇到一只不睡觉的猫 2点22分 前往Grande 老码头 照样撒在哈巴音乐厅的玻璃外墙 整座城市 笼罩了一层番茄炒蛋的温柔滤镜 一艘船来自格林兰岛 停靠岸边 比冰岛更北的世界角落 一路上不小心会和北极熊四目交错吧 车开到底 有个海产品加工厂 王里拐 那里的人造山坡 名叫苏法 在苏法 可以看到雷克雅维克最美的城市中心全景 通往黄色的迷你灯塔 有一条眨眨的海上通道 迈着步子走过去 咦 还有条拍打上岸的鱼 你看呀 灯塔一亮一亮的绿光 身后的一抹云 像不像飞天的超人 第十六个喝浅 困到睁不开一眼 决定回家 窗外的天已经大亮 早晨四点 夜猫子小虎也还没睡 这就是冰岛夏天 神奇的几周夜晚 我们不睡觉 看天空的每一种颜色 好了 就到了我们今天的冰岛与小彩蛋的环节 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一个同样在冰岛非常常见 甚至也许不在冰岛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句密码 或者一个小小的暗示在表白的时候 可能所以今天的分享会有点点甜 那我今天要学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爱你和怎么说亲爱的 好啦说实话我自己都觉得有点麻麻的 那怎么说我爱你呢 就是 Jer elska sick Jer elska sick 我在冰岛语当中是 Jek 跟我一起念一遍 Jek Jek 爱在冰岛语当中是 Jer elska Jer elska 你 作为直接冰语 在冰岛语当中是 Sick Sick 我爱你连在一起就是 J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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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冰岛语当中我们怎么样称一个人为亲爱的 或者在英文表达里面就是有一些很 哎呀还是很腻 让人觉得说出来有点心里麻麻的词语 就比如说 Baby Honey Darling 在冰岛语当中都是同一个词 就是 Elska 诶 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刚刚有念到对不对 Jer elska sick 我爱你当中的爱 其实加上一个N 变成 Elska 在冰岛语当中就是 亲爱的 宝贝 我的宝贝 生日快乐 怎么说呢 那就是 Tir harming you miss of my list Elska 那你记住了吗 跟我一起念一遍 我爱你 在冰岛语当中是 Jer elska sick Jer elska sick 宝贝 在冰岛语当中就是 Elska 我的宝贝 Elska 好 那希望你会喜欢今天这一个非常甜的一个分享啦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下次就继续再聊吧 Tak vre Blessh blessh Elska Ming Elska